口罩實名車2.0首日上線就出現大檔機的狀況 第二天的實際狀況如何呢 我們實際拿健保卡還有讀卡機測試一下 插入健保卡登入口罩預約網站 首日KK狀況沒有出現 只要填入個人資料1分08秒完成預購 保約版預購測試成功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手機APP有沒有檔機的狀況 同樣輸入各自手機版更方便 只要38秒就能完成第二日實測 無論網頁版還是手機都沒有當機 不過首日剛開放時可不是這樣 20萬人湧入搶口罩網頁手機APP都卡死 一個小時內成功率只有兩成 不過隨著時間拉長到12號晚上9點 網頁版10萬人APP22.5萬人上限12小時 全台超過32.5萬人預購成功 不過每次預購都要輸入反覆資料 也引起民眾抱怨 那剛才講的這個是會被考慮的 那至於說是不是要延長 變成是兩個禮拜六片 那一個禮拜算下來就是要 3600到3800萬 所以在短時間他要變成是14天來買三片 這樣的可能性相對的低 指揮中心表示等到口罩供應量穩定之後 會考慮家庭團購或增加一家單次預購週數 讓民眾買口罩更方便落實全民防疫 記者宣容新聞台北報導